台南善化的庆安宫因为过年期间不少香客都到面里庙里来拜拜点光明灯 因此收了不少香油钱 但是庙方担心配偷 因此就把这个香油钱暂时存放在派出所 等到今天呢银行开门营业再请原警来护送到庙里开箱清点 下一帅光是香油钱就收了七百多万元 两个都是 这个人不会住 对 我们送的地方 原警从上锁的铁柜里拿出两个沉甸店的铁盒 小心翼翼的从派出所搬上车 一路护送到庙里 这两个铁盒都是善化的庆安宫 过年期间收的香油钱 庙方人员趁七号银行开门上班 请派出所帮忙 把原本放在警局里保管的香油钱 请原警护送送回庙里 庙方再找来三名银行人员协助 还搬来点钞机 把过年收的香油钱拆封清点 经过计算 光是香油钱就有七百多万 再由原警戒备护送回银行 存进庙方的户头里 庙方说过年期间每天都有不少信徒来拜拜 点光明灯祈福 今年的香油钱还比去年多了一百多万 因为过年期间银行休息 庙方把每天收到的香油钱都拿到附近的派出所 请警方帮忙保管 等到银行开门 再一起清点送回银行 派出所变成了小金库 也成了过年期间的特殊景象 记者姚文华台南报导